中振途 我入行很幸運 碰到一些白樂 中振途先生 他放在他的studio 做很多觀察 給了很多initial 的機會給我 和他去做音樂 另一位就是Joey哥 Joey Tang 他很好人,他教會我如何在這個樂壇裏做人 而Mark 就是Mark Lui 他令我感到 一個人在高處 他的現行談吐 應該是怎樣 但第一次out of little scoop 有工作 就是華立唱片 給我去編一首 泰國的cover 給國富城 那首歌叫 新的學彩,99年 就是要我幫忙做編曲 那天的情景 現在都溺溺在目 都做了一輪 不論Aaron也好 Sami也好 都給了這些機會我 去幫他們做這些編曲 而我想第一個在視野的轉裂點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現在突然想起才記得 就是我寫了一首歌給蔡依林 那首歌叫做看我72片 那首歌 爆得很厲害 而因為那首歌 亦都多了人來找我寫歌 所以又慢慢由一個編曲人 開始就加了一個 作曲人的身份 直到有了這些作曲 和編曲的基本技巧 就有些機會去做監製的工作 唱片公司就找了我去幫林一鋒 做他的音樂夥伴 而有到一個材料 讓我可以往後和方大同 或者一眾的 就是唱片公司去合作 那就慢慢慢慢就走到這裡了 因為自己從來都沒有試過 做唱片公司的行政工作 而高山低谷確實是一首很巧合 而令到我做一個叫A&R的崗位 是負責找歌和找藝人 就像寫了一個漂亮的成績表一樣 因為都幫到唱片公司和藝人 將他們的事情發揚光大 我相信我不敢誇大自己在裡面的功能 就是因為我會感覺到 那樣東西的成功是來自很多很重要的事情的加成 例如陳榮謙的歌詞 阿Phil自己本身的歌曲的誠懇 再加上後來那些人 將他自己的心情去投射入這首歌裡面 再加上一些很厲害的 Superstar的endorsement 如果我今天 將他這樣去自吹自擂 我自己都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相信那樣東西 我想我還是留在一個 比較上Humble的位置 和大家一起回味 好幾乎 Dear my friend 那個Case 又是巧合 或是隨便的出現 純粹姜濤跟我提及 她有一個這樣的事情 不幸 她告訴我 她都比較平靜 她控制她的情緒都可以的 她就問我會不會找到一些船 不適合她做這件事 而那一期 剛巧巧 我也是在做林奕康的唱片 那我有一天 就跟阿Phil說 我需要找一首歌給姜濤 慢歌 我沒有跟她說什麼事 因為不是很合適 然後就玩 玩玩玩玩 在找的了 不過你如果寫到就寫吧 那她就說 好啊好啊 我試試寫吧 那有一天她突然間 在WhatsApp 寫了這個展示給我 那我就覺得 嘩好聽 那我就把這件事 消化了之後 就叫她再改多一兩個版本 那就 寫了給姜濤 姜濤也都喜歡 那就變成了 大家現在聽得到的 Dear My Friend 身邊有一個這麼好的 composer 那麼近城王廟 為琴之籤 那她到頭來保佑我 那就多謝了 好啊 好啊